賀君翔比六個月女兒當藍色控 向拚兒湊好字 初為人父的賀君翔 今天一身藍 到底的Style出席表山活動 我不知道我對藍色沒有抗拒 就是藍色的東西我覺得很喜歡 不管是深藍或是淺藍 我很多藍的東西 就是可能像車子 我還有摩托車重機 我會特別去考成藍色的 可能我家裡的沙發 我會選藍色的 然後窗簾我會選藍色的 你房間也是藍色的 來不及了 因為其實出生之前我就已經裝潢好了 不管男生女生就是藍色的 就是對就是中性 可能未來真的他真的喜歡的話 再為他改吧 但是現在 現在小孩房也是藍色的 是一個可以轉家的 是我覺得是 男表傳給女兒四個女學 也可以買女表給他 你要買女表 那男表的話 可能就自己留著 可能給兒子啊 對啊 說不定以後還會有兒子啊 我是滿想要有一個兒子的 對不對 但是也沒有特別計畫了 就是真的看有沒有時間 好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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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睡一下下就醒來 然後或者是 Baby可能就吵一下 我可能會醒來這樣 睡眠比較少 爸爸的朋友對你很難看 嗯 你一個很懷疑 我也一樣啊 那怎麼會激進 出開場 你會罵他的待遇嗎 因為現在才幾個月大 所以其實也不可能用罵的啊 看到女兒就覺得很開心 那是一個小孩的時候 會去噴塞小子的照片 我不會 可能希望 還是 低調吧 對啊 畢竟家人也不是公眾人物 每天都來情人節 留在上面 沒有想過耶 真的 我其實真的從來沒有過過這種 情人節這種 就是真的是 覺得好像 如果真的是幸福的話 每天都是情人節 都不快 都不舒服 都不舒服 可是我能分解 我把這個 都勞 可以 的 都是 都不我覺得 那就 我們 最好